打拼就能直接出现的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我们现在再等另一个奇迹 新加坡能否顶住泰国 即使落败也不输三个以上 这种境境始于新加坡 现在能拯救我们的 也只有新加坡了 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的感觉真不好 回到这场比赛 在丢球之前 我甚至一度认为我们有取胜的可能 单看上半场 我们创造的威胁比对手还要多 直到丢球 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是去追一个还是只输一个就好 等待命运的审判 费南多下场之后 就能看出我们的球员和规划差了多少 即使是号称一哥的五累 也有不小的差距 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备战2030年世界杯 那就继续大力规划吧 越多越好 如果国内球员大辅助 就寄希望于北派足球的崛起吧 今天国内球员最好的 一个是王大雷 一个是拜克拉姆 都是北方球员 回想国足近20年的跌装 也就04年的亚洲杯了 拿了亚军 当时对面还有7个辽宁球员 现在只剩一个王大雷了 我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渺茫 国足的2030年 看起来也有点远 现在38分钟 泰国1比0领先新加坡了 我们能等到奇迹的出现吗